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行动处理器全球大厂高通在骁龙峰会2023上正式发表新一代旗舰行动平台,骁龙8站3。 这也是高通首款已生成是AI为核心设计的行动平台。 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,骁龙8站3基于台积电4nm制程,采一家5加2的8核架构设计,分别是一个3.3G超大核心Cortex-X4,五个3.2G Cortex-A720大核和两个2.3G Cortex-A530小核。 高通称,骁龙8站3的CPU峰值效能相比前代提升了30%,能效提升了20%。 其他配置方面,骁龙8站3的GPU式Adreno750GPU,其比上一代的效能和能效提高了25%。 结合高通自家的Adreno Frame Motion Engine图像运动引擎2.0,再加上虚幻引擎5的支援,可以做到在240Hz显示荧幕上体验240fps的游戏,并支撑硬体级的光线追踪。 在网络连接方面,骁龙8站3集成了高通最新的X755G数据机,支援10G的下行速度和3.5G的上行速度。 该晶片组还支援Wi-Fi7,并可以达到5.8G的速度。 值得注意的是,骁龙8站3支援的USB版本为3.1站2,最大频宽为10G。 这意味着,搭载骁龙8站3并支援上述规格的安卓手机,可以像iPhone 15 Pro一样连接外部显示器使用。 骁龙8站3的Adreno GPU和Hexagon NPU这次也得到了大幅升级。 除了支援Ehertz可变更新率显示器外,GPU比前代产品快25%,效率高25%. 与此同时,Hexagon NPU的速度相比上代产品快了98%,能效也提升了40%. 得益于强大的GPU和NPU的支援,骁龙8站3可以在电子装置上运行生成式AI, 其支援超过100亿个参数的模型,比如MetaLama2或Bitch1,并支援20个Token每秒。 在此前一次预言中,高通公司高管掩饰了使用Stable Diffusion或在电子装置上运行Meta的Lama2等聊天机器人生成图像。 高通指出,骁龙8 Gen3平台展示了在生成式AI任务上的极致速度, 在智慧型手机上的图像生成,使用Stable Diffusion耗时不到一秒钟。 不过,这可能经过了专门的优化,可以以较低的精度运行,以便在手机处理器上工作。 高通执行长Christiano Amon表示,人们正进入AI时代,电子装置上的生成式, AI将在提供强大、快速、个人化、高效、安全且高度最佳化的体验上扮演关键角色。 Snapdragon独具优势,协助行速和利用装置上AI的机会上, 你将会看到生成式,AI随着Snapdragon所到之处,变得几乎无所不在。 高通资深副总裁兼行动装置事业部门总经理Chris Patrick表示, 骁龙8 Gen3在整个系统中注入高效能AI,解锁生成式AI的新时代, 让使用者能创造独特内容,协助提升生产力级,并支援其他具突破性的使用案例。 这次全新上市的骁龙8 Gen3将获得全球OEM厂商及智慧型手机品牌的旗舰机型采用, 如华硕、荣耀IQOO、魅族未来、努比亚一家、Apple、RAM、红米红膜、索尼Vivo、小米及中兴通讯。 其中,小米14系列将首发搭载骁龙8 Gen3。 值得注意的是,小米总裁卢伟斌也受邀参与了此次的高通骁龙峰会。 他在会上正式宣布小米14系列将搭载骁龙8 Gen3,并在台上展示了小米14真机。 他还表示,这次是首次新平台和新机型一起发表。 小米近日举办的新品发表会,除了正式发表小米14系列,小米新推出的澎泰OS也同步首次亮相。 这次小米14 Pro与小米14采用了一致的设计,同样的直角中框,正面应该也是直面萤幕。 这也是小米数字系列的Pro机型首次取消区面萤幕,也是首次采用直角中框。 手机背部的玻璃边缘有较大的弧度处理,会保证比较圆润的手感,不会割手。 后摄模组的尺寸似乎比小米13 Pro更大的一些,占据了很多空间,来卡标局中横向放置。 官方日前的预热宣布,小米14系列会搭载全新的光影猎人影像感测器,拥有1.31分之一大底,单画素尺寸1.2微米,融合后可实现2.4微米超大画素。 功耗大大,对比同尺寸降低了42%,让拍摄不再是个电量无底洞,拍得更久。 此外,小米14两款都标配了75毫米浮动长焦,远距离拍摄和微距都能实现。 采用独特浮动对焦镜组设计,镜头分为两组,可内部移动,使得对焦范围从10厘米远至无穷,能拍远,能拍近。 此外,小米还和高通深度合作了效能规划设计专项,联合落地60余项硬体需求,让第三代笑容8和小米14系列的体验全面提升。 根据卢伟斌在发表会展示的数据,小米14在原神持续测试中能达到平均59.39帧的表现,最高温度只有43.2摄氏度,功耗相比上一代降低10.6%。 从目前的成绩来看,第三代笑容8的表现非常稳定,效能大增的同时,功耗也进一步下降,这也让小米14这样的小荧幕旗舰综合体验更强。 卢伟斌自豪地表示,这次产品力强的无敌,而且首批订货量是小米13的两倍,足以看出小米的自信。 此次发表的笑容8 Gen3,无论是运算效能、技术特性还是算力、应用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,让他们看到了高通满满的诚意。 高通新AP处理器发表之后,很多人都想知道,笑容8 Gen3和苹果的A17,Po到底谁才是最强手机CPU。 通过对比这两款处理器的主要数据,从表中他们可以看出来,苹果在CPU主频上还是占据优势的,这也体现在了其单核跑分上,比笑容8 Gen3的单核成绩高了600多。 但是在多核跑分上,A17 Pro就弱于笑容8 Gen3了,相差了将近500分。 除了CPU效能外,笑容8 Gen3支援的的Wi-Fi版本要更高一些,在记忆体规格和影片方面也是要比苹果A17 Pro强上不少。 至于是选择高通还是苹果,那就根据各位观众自己需要来决定了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感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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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。